那这样就是请大帅这位同学 你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也便于我们直播间小伙伴了解你 大家好 我叫黑大帅 来自湖北 是一名二五届毕业生 从2022年7月开始学习加码 到现在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还有吗 没有了 这就结束了 OK那就我来问吧 因为这位同学他确实也是面试经历比较少 就是能感觉到确实也是有点紧张 我也紧张 我也紧张 我也是第一次直播去模拟面试 我就简单做一些引导吧 就是能让你更多的去介绍和展示自己 首先你提到练习加了两年时间 为什么不是两年半 自己学过的比较复杂的技术是什么呀 你觉得就让你学起来比较吃力或者比较累的技术 RPC就星球里面的那个RPC框架 OK实在跟着我的教程去学习 OK除了RPC之外还有别的吗 我想一下 可能有点紧张 可能有点紧张 没关系 那这样吧 我们换一个问法 因为确实我估计第一次面是蛮紧张的 我还是看这个简历来出发吧 就因为有看到你在简历上写的技术其实还是蛮多的嘛 像加上基础对吧 然后并发并成MyCircle,Redis,MQ,SpringBoot,MoAC,SpringCloud 然后各种设计模式 还有各种这样的工具 其实都有学过 那其实说 如果在下次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是线下面 你一定要带一份纸质简历去 然后你可以看着自己的简历去介绍自己 那你希望面试端问什么 比如说你加粗了一个自定义线程词 对吧 那你就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提到说 你有学过这个自定义线程词 学过MyCircle的事物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自我介绍的时候 可能就不太会卡壳 那线上同理啊 线上面试端都看不到你的脸 就像我现在也看不到你一样 你完全可以打开自己的简历 然后对照着你简历上的内容去说 对不对 然后我看一下这位同学的一个项目经历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做了一个同行互助网 那这样的话我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吧 就大帅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说 这个项目大概是做什么的 你都实现了哪些功能 可以用户可以加入队伍 创建队伍 是不是有点紧张 有一点 用户可以对自己的信息进行登山改查 可以创建队伍 然后加入别人的队伍 还可以 我来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带大家做的一个项目 它是包括主页 就展示推荐的用户的列表 就是找伙伴 找伙伴里面可以根据标签去搜索伙伴 然后队伍功能呢 你可以去创建队伍 然后加入某一个队伍 或者更新队伍的信息 以及解散队伍 那最终呢 加入到这个队伍里的小伙伴们 他们可以互相的进行一个交流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参加竞赛啊 然后或者说一起聊天啊 交友啊之类的 大概就是这样 简历中提到一个点 叫使用Redis实现了分布式Session 那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分布式Session 和本地Session的一个区别呢 分布式筛选的话 就是 它可以 它可以在多个服务器间共享 共享筛选 本地Session的话 就是只有本地的服务器 才能访问这个Session 还有其他的区别吗 分布式Session保证了 用户 保证了用户访问的数据一致性 假如说是单机的Session的话 我用户在一台服务器中 做了一些改变 但是别的服务器都无法访问到 那本地Session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本地Session是存储在哪里的 服务器里面 对吧 是存储在服务器上 那如果说这个服务器 它发生了重启 或者说它的数据做了一些清理 那是不是这个本地Session 它就丢失掉了 那用户就有可能 是要重新登录 其实我觉得这道题目来讲 小伙伴答的还是OK的 有没有感觉 这个紧张的程度稍微少了一点 有一点 好了一点了对吧 行那我就再围绕着你的简历去问 我先不问一些太发散的东西 然后第二点 你的简历上写 你使用了EasyHCell 来读取收集来的基础用户信息 EasyHCell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太长时间没有用了 太长时间没有用了 然后的话 我还是围绕着一点去问 但我不问EasyHCell了 就是你提到了一个叫自定义现成池 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选择自定义现成池 我不用自定义现成池的话 能不能实现这种并发写入 用默认的现成池 用默认的现成池能解决你现在想要实现的这个功能吗 就是批量导入用户信息 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我个人认为自定义现成池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阻塞对面 就是默认的现成池或者一些JDK提供的现成池 它就不能使用阻塞对面吗 这个问题是我设置的一个小小的陷阱 就是一般形象下来讲 有一些公司去面试可能就比较机械吗 可能就是问一些特别固定的八主文 比如说自定义现成池的核心参数 但是我们稍微换了一点花样 可能就是会设置一个坑 其实这个地方肯定是可以使用默认现成池来解决需求的 那为什么要自定义现成池 肯定是因为自定义现成池 你可以更灵活的去使用资源 分配资源 去针对我们的需求去做优化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要被我给唬住了 我先问一下小白 这个项目你是真正的自己把它每个功能都完成了吗 还是说只是跟着我的教程看了一遍 跟着把功能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对吧 这个项目里面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你觉得最难做的 或者最有技术挑战的一个功能点是什么 根据定理位置查找附近用户吧 编辑距离算法 你觉得这个编辑距离算法 你能把它描述清楚吗 可以 你认为可以是吧 那就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编辑距离算法 编辑距离算法 本来原本是用来匹配两个字符传之间的匹配度 由字符传一变为字符传二 需要变换 需要进行多少次操作 然后在本个项目中呢 是用来匹配标签 在标签搜索的那个地方 会根据编辑距离算法的声序排列 在主页上显示 我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回答这类问题的一个方法 就是大家怕不怕说面试的时候被面试官去问八主文 反正至少我是怕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算法题 虽然说我刷了上千道算法 但是被问到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紧张 那对于这种算法类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连题目都没有听懂 就不要硬生 就直接说自己不会 因为我们整个面试的时间它是有限的 如果说要讲这种算法 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倾向于选择一种生动形象的方法 去给面试官讲解 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举例子 就是我去对比这两个字符串之间的差异 我的第一个字符串经过多少次转换 能变成第二个字符串 就它需要经过的这个次数越少 其实说明这两个字符串越相似 因为你会发现第一个字符串只要改变一个字符 把A改成B 就跟第二个字符串一样了 但是这两个字符串呢 你要改好多个字符 所以其实你是先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举例 来让面试官了解你的思路 那这个项目你有把它上线吗 第一个项目上线 第二个没有 那你现在用的最多的上线的方法是什么 宝塔 宝塔是吧 就是用服务器去部署 在你部署项目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 觉得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或者曾经踩过什么坑 还有印象吗 跨域问题 那你是怎么解决跨域问题的 我是在后端代码的Controller上面 哦不对 是先在那个 拦截器里面加了 重写了一个cross的什么方法 然后在Controller那里面加上了 跨域的请求 不跨域的地址 就是我服务器的地址 嗯 还加上了NJX的配置 嗯 NJX配置是做了哪方面的配置 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NJX的那个server那里 嗯 先听80 然后服务名称就是127.0.0.1 还配置了路由信息 添加了一个location 嗯 我想问你是怎么用NGX解决跨域问题的 不是在问你怎么部署前端 在网上复制了一段跨域的配置 在网上复制了一段跨域的配置 嗯 那你觉得这里解决跨域问题是用NJX的什么功能 NJX它有一个很经典的使用场景 这个词叫什么 有没有印象 负载均衡 对吧 负载均衡 还有一种叫法 是什么 反向代理 对不对 嗯 之前在这段面试开始之前有准备吗 准备了一下八股文 准备了八股文是吧 大家准备了多久 准备了两三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嗯 那那正常的 因为准备 你准备了两三天可能都很难负载到这么多题目啊 两三个小时 基本上你也准备不了几道题啊 所以所以这个很正常 嗯 我再问最后一道题吧 好吧 因为这时间是比较有限的 那这个地方呢 刚才你提到说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功能 是Redis 使用Redis的地理数据结构 来推荐 距离当前最近的用户 是吧 嗯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Redis它有哪几种数据结构 有list hashi set zset 子俊 可以啊 你知道屏幕答的飞速啊 嗯 看的比较多 这个记得比较清楚 行那我再拓展一点 除了这五种基本数据结构外 还有哪些高级数据结构 geo bigmap 嗯 还有一个是 布隆过滤器 弹幕里有小伙伴帮你提示 开会儿落着落着 子俊一模 呃你觉得这些数据结构里面 你对哪种是最熟悉的呀 是geo吗 还是说基本的数据结构 子俊和哈希吧 子俊和哈希 有了解过子俊和哈希底层的实现方式吗 没有 没有了解过是吧 ok 了解过为什么子俊比哈希占用内存更加少 可以啊 那你展开来说一说 为什么子俊占用内存比哈希更少 因为在regis里面子俊和哈希的数据结构不同 哈希的每个建设队都被存储在一个连续的内存块里面 然后子俊的话 每个建设队都需要单独存储 会占用更多的内存 并且在子俊里面 每个建设队都需要存储一些原数据 比如说建的长度 而哈希也需要存储一次 但有没有想过说子俊和哈希这两个东西 它本来数据结构就不一样 所以如果按你张张的回答说 子俊占用的内存比哈希小 这种情况是百分百存在吗 也不是 是不是还是要看具体的场景对吧 对 我们Stream底层有一个数据结构叫SDS 对这个我建议你回去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因为这也是面试的时候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帅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或者你觉得这场面试感觉怎么样 就是是否清楚接下来要在哪个方面做一些提升 接下来的话需要对为什么我的项目要用 要用这个对自己进行一些访问 就比如说刚刚的那个自定义现成词 为什么不用它本来的而是要用自定义现成词 我感觉多多访问自己的话可能会帮助自己理解 没错 我觉得这个总结还是蛮到位的 像刚才跟这位 注意啊 这位同学只是大三 我们也开始面试过一次 所以其实还可以了 我觉得刚开始没有放的特别开 但是问到自己准备过的东西啊 或者说问到一些啊自己项目里的东西的时候 答的还是基本是道点上的 那确实我刚才在这个面试过程中 然后用了一些就比较骚的操作啊 就是我会问他用原本的一些技术行不行 为什么非要用这个技术 那其实我们在面试大厂的时候 面试官经常会这么搞 因为就是我们没办法单独从简历八主文去区分候选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这个人啊 他做的项目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自己做的 他除了了解这个技术之外 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 有没有了解过同类的技术 然后有没有去做做对比 下次如果拿到面试机会之后 首先你可以把自己简历上的一些点 就是多多准备一下 就是尤其是你加速的点 其实我没有问你像事物啊 消息生产消费这种内容 我是更多的从你的项目去问了 但是你要保证你写到简历上的内容 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 那刚才我觉得面试表现最可惜的一个点就是这里 就明明你是自己用过这些技术去实现数据 表达数据的处理的 你却不能回答出来说 这些库它是做什么的 那我觉得面试真正的面试啊 问到这个问题大概率就已经挂掉了 那看一下这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我的简历大体上看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首先从简历的节度上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我个人建议对于校招的同学来讲 项目经历的占比或者说竞赛 这种实践经历啊 实习经历的占比一定要是占50%以上 就是不要花太多的笔墨在这个专业技能上 因为专业技能大家都可以写对吧 弹幕的各位小伙伴 大家你今天看了这份简历 你明天就能抄出来 像我们像这位同学他写简历用的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老余简历 大家百度搜一下就好了 这里有没有的我也要写功能 你点一下我也要写 这些简历就变成你的了 对吧 所以说现在投皮简历这个是很常见的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候选人 他有没有别人没有的这个经历 那所以说我认为接下来这位小伙伴的简历 如果想要进一步提升的话 就是要让你的简历跟别人去增加更多的区分度 就是可以再补充一些知识 补充一些我在项目中原本没有带大家做的知识 那比如说你在专业技能里面写到了 你会Rabbit and Kill 那你会Spring Cloud 那但是呢 我在你的项目中又没有看到你写到了Spring Cloud 那我就会觉得你这个Spring Cloud是不是根本就不会 对吧 包括你写到了你了解这个常用的设计模式 那你肯定也要在项目经历中进程能多的 就是补一补 说你用设计模式解决了什么问题 并且要保证你的运用是合理的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来说 你的简历会在更多同质化的简历中 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然后还有就是 今天便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自我介绍 要准备的充分一点 像我当时大三嘛 然后我是专门去准备了一分钟左右的自我介绍 先写成文字稿 然后再去背诵 然后再适当的去增加一些 自己的经历的介绍之类的 对 行 我这也感谢大帅这位小伙伴的参与 然后这个小伙伴你之后背八股文的话 也是优先在我们的面试家上去看 我们的观伙伴因为 就会吓到 我们的观伙伴